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 有序推进跨省跨区市场间开放合作 1月28日 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指导意见明确 要遵循电力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 适应探达风探中和目标的新要求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优化电力市场总体设计 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统一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 破除市场壁垒 推进适应能源结构转型的 电力市场机制建设 加快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安全高效 治理完善的电力市场体系 指导意见指出 到2025年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成 国家市场与省区域市场协同运行 电力中长期、现货、辅助 服务市场一体化设计、联合运营 跨省跨区资源市场化配置 和绿色电力交易规模显著提高 有利于新能源、储能等发展的市场交易 和价格机制初步形成 到2030年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指导意见指出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以来 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稳步有序推进 多元竞争主体格局初步形成 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作用明显增强 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大幅提升 同时 电力市场还存在体系不完整 功能不完善 交易规则不统一 跨省跨区交易存在市场壁垒等问题 指导意见强调 要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 充分发挥北京、广州电力交易中心作用 完善电力交易平台 运营管理和跨省跨区市场交易机制 根据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和互联互通情况 研究推动事实组建全国电力交易中心 引入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用户等市场主体 和有关战略投资者 建立依法规范、权责分明的公司法人治理体系和运营机制 成立相应的市场管理委员会 完善意识协调和监督机制 此外 要贯彻经经济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鼓励建设相应的区域电力市场 开展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交易和调频 备用等辅助服务交易 优化区域电力资源配置 在有序推进跨省跨区市场兼开放合作方面 指导意见指出 在落实电网安全保供支撑电源电量的基础上 按照先增量、后存量原则 分类放开跨省跨区优先发电计划 推动将国家送电计划、地方政府送电协议转化 为政府授权的中长期合同 建立多元市场主体参与跨省跨区交易的机制 鼓励支持发电企业与售电公司、用户等开展直接交易 加强跨省跨区与省内市场在经济责任 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的动态衔接 加快建立市场化的跨省跨区书电全分配和交易机制 最大程度利用跨省跨区富裕通道 优化电力资源配置 指导意见还着重强调 要培育多元竞争的市场主体 分批次推动经营性用户全面参与市场 推动将优先发电 优先购电计划转化为政府授权的中长期合同 严格售电公司准入标准和条件 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售电业务 发挥好电网企业和国有售电公司重要作用 健全确保供电可靠性的保底供电制度 鼓励售电公司创新商业模式 提供综合能源管理、负荷集成等增值服务 引导用户测可调负荷资源 储能、分布式能源 新能源汽车等新型市场主体参与市场交易 充分激发和释放用户测灵活调节能力 指导意见还提及 要进一步发挥中长期市场在平衡长期供需 稳定市场预期的基础作用 完善中长期合同市场化调整机制 缩短交易周期 提升交易频次 丰富交易品种 鼓励开展较长期限的中长期交易 规范中长期交易组织、合同签订等流程 推动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易方式 在各层次市场形成分时段电量电价 更好拉大风股价差 引导用户消风填股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景 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 从长远看 只有煤电市场全方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才可能畅通价格传导渠道 出路在于能源体制市场化改革 让资源品价格尽早走上市场化道路 总体来看 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管住中间 放开两头要求 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助力探达峰、探中和目标实现